什么新生代GAYA没有了 GAYA 最近很多小伙伴都来私信问我 浩子哥听说新生代GAYA没有了 就目前相关的情报来说的话 确定是没有了 而且远古公司最近也注册了新的奥特曼商标 这个有可能就是2023年新号的名称了 TGG25周年企划是在2021年特利加开始的 当时打着新生代迪加的名号进行的宣传 结果大家都知道被吐槽的实在有点坎不远嘴 2022年虽然没有打着新生代代拿的称号 但是从造型到变身体都能看到代拿的影子 2023年是GAYA的25周年 从刚开始就在传这次也应该轮到新生代GAYA了吧 不过从最近的情报得知 2023年将不会再是新生代GAYA了 就连炒冷饭节目也是和GAYA没有一点关系的 而是新生代奥特曼全明星 前两年的炒冷饭节目都和迪加和代拿有着关系 这明年也是新生在奥特曼十周年 远古可能会做成型的计划吧 字幕歌声 only 为什么计划表asm 字幕收以翻唱不出 字幕σεFA 字幕摄 Л іш热熊 字幕攝组 字幕编 hoş